好 来看到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 在今天访中前夕 英国金融时报在25号先的刊文 这份的刊文当中 揭露了美中两国所建立秘密的沟通管道 Black Channel的一个内幕 这个文中指出 苏利文跟中国外长王毅依循此管道来会晤 而且围绕台湾问题交锋 文中也称 尽管双方立场有所分歧 但是也都同意 这个管道发挥了降低两国直接冲突的正面的作用 好 就来看到去年的五月到现在一月份 王毅跟苏利文分别在维也纳 马尔他跟曼谷都举行的会晤 再加上的去年十月 双方在华盛顿会面时 北京之会将会是两人十六个月来 第五次的见面 苏利文在上任将近四年来首次的访华 这八年来首位访华白宫的国安顾问 所以意义上更加的重大 我们就来看到金融时报指出说 拜登跟习近平是在二零二二年十一月的时候 在印尼巴黎岛居 推特的峰会期间 决定要设立这样子战略管道 那么在美中相对紧张之际 这个战略管道是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也发挥了避震器的作用 是有效降低的双方误判的风险 依照这个管道来进行会晤 并且是围绕台湾问题进行交锋 去年五月的时候美中关系 因为间谍气球事件跌到谷底 那么苏利文秘密前往了奥地利维也纳 跟王毅进行了两天 超过八个小时的闭门的会议 这个战略管道是当时首次的运作 我们就来看到这一次苏利文要访华 跟王毅来做见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李明江就认为 北京应该会抓住这一次的机会 要求美方不要高规格的接待台湾的官员 因为现在传出了赖清德要去中南美之后 过境美国 所以传出有这样的消息来 那么这个副教授也认为说 也希望跟拜登政府配合向民进党政府施压 不要挑衅大陆 另外还有就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长 吴新博他也认为苏利文访华有多重背景 跟考量在拜登任期进入到倒数计时的时候 拜登政府希望继续保持中美高层的交往 也不希望中美关系出现巨大的动荡 所以这次讨论议题可能会集中在三个方面 三个面向 一个就是宏观战略的沟通 包含现在目前在国际上的几场的战争的问题的沟通 第二个就是具体问题的讨论 还有就是为年底前习拜会来进行披露 我们来看到还有就是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 中国事务专家战若云也认为 这个战略管道在维持短期稳定 传达彼此的红线 而且预告可能被视为是危及对方行动 这个部分是非常的成功 另外还有陆方官员也认为 台湾就一直是美中关系当中敏感的话题 王毅向苏利文传达的主要的讯息就是 台湾是中国最重要的核心利益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而大陆也非常的清楚 相比北京 华盛顿更是有可能 来影响到台湾的政策的方向 好我们就来看到呢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从今天开始要访问大陆三天 他是在拜登政府首位访问北京的国家安全棍 在美中竞争加剧 还有台海局势的紧张背景之下 苏利文这一次访问备受关注 而资深前大使借文集表示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 台湾的问题呢 还是中美关切的一个议题 而目前美国极想要跟大陆谈的事情 就是俄乌战争还有中东的情势 如果中东失控的话 那么会对民主党的选情有直接上的影响 我觉得基本上的话 大概中国大陆也希望还是就是要知道 就是说在你 就是说还是要选举 还是要七几天嘛 就是台湾问题 大陆还是很非常非常非常关切的 另外还有就是说 现在美国需要跟中国大陆谈的 一个是俄罗斯 一个是这个中东情势 那对美国来讲是很直接 因为这个尤其中东情势 我觉得大陆这个网媒讲的也没有错 现在如果中东的情势失控的话 对民主党的选情会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美国的年轻人是反对 以色列在中东的这种 没有底线的这种下限的这种 而且是种族灭绝式的这种战争行为 所以就是说如果说失控的话 那绝对是民主党的附代价 而不是共和党 要付代价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中国大陆在这边 事实上是有影响力的 但是我反过来问 中东的情势升级 对中国来讲算不算是个机会呢 都是机会 我觉得这两场战争 对中国大陆来讲 真是天上掉下来献饼 要不然的话 美国人哪有那么好弄 你不觉得最近半年 尤其这个赖清德跟美国之间 你觉得有互动吗 我觉得这个是比当时 这个蔡英文跟美国之间互动差多了 所以苏西文这次的此行 他会用中东跟俄乌的态势去交换 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东海台海 还有南海的这个局势吗 两边来做个交换 我觉得就是说东海也好 南海也好 对美国人来讲 他还是继续玩 可是台海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拜登政府在过去的半年里面的作为 事实上是没有严格去挑战 中国大陆所划设的底线 尤其像赖清德你看当选以后 事实上美国对赖清德政府 真的我觉得 我今天看下来赖清德上任也几个月 真的是摆在一边亮着 没有给他什么好的这些东西 也没有什么高层官员来 然后呢 拜登政府对于这个 现在台湾的局势的说辞 事实上少很多 中非南海冲突不断 我们来看到现在呢 在第53届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袖峰会 在昨天就在东家王国首都奴瓜楼发来开幕 那么政务次长田中光 也率队参与了相关的对话 但是我们来看到 这个台湾现在的一些外交的处境 是越来越危急了 因为澳洲媒体披露 所罗门寻导在北京的受益之下 将会推动取消台湾在 PIR的一个观察员的地位 而这个外交部表示说 我国自1993年开始 持续发展伙伴身份来参加 这个太平洋岛国论坛 对特定国家试图要分化 太平洋地区的团结是深表遗憾 除此之外来看到中方跟日方的关系 也是越来越紧张 大陆Y9侦察机在昨天首度入侵到了日本近海的领空 那么自卫队也迅速了派遣的战斗机升空来应对 日本外务省也在当天向中方提出严正的抗议 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中飞的部分 南海的冲突也是不断 根据了海洋装备跟公务船资讯的微博账号所发布的影片显示 昨天下午有六艘中国海警船的有效拦截 还有0555型的万顿大区首次登场的威慑之下 菲律宾侵入了先冰礁的两艘的海警船 卡布拉号还有恩加诺角号 放弃非法补给的计划已经掉头反航了 而中国大陆跟菲律宾一个礼拜之内 三度在南海发生的冲突 而星期一解放军还出动了0555万顿级的大区 在南海戒备 根据了大陆媒体的报道 菲律宾说当天遭到六艘的中国海警 三艘的海军的军舰 还有大约是30一艘的中方渔船 总共有40艘的中方船只的包围 不过也有大陆网友说 解放军出动了0555万顿大区 并不是要对付菲律宾所用 可能是要防着美军突然的介入 而这起事件也让中非南韩的紧张趋势 再度的升级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黑神话悟空 持续缔造的佳机 以数位标准版价格人民币 268元计算 这个游戏收入已经超过了26亿人民币 以为这个游戏对于电脑配置的要求比较高 大批玩家的旧型机是跑不动 所以现在又要花钱组装新电脑 连PS5也卖到断货 年轻人甚至会开始流行去洗浴中心打游戏 一只猴子给相关的产业带来了颇天的富贵 黑神话悟空热潮持续发酵中 游戏中许多造型出色的角色也被大量玩家分享出来 有许多外国玩家大赞黑神话中的女角色非常漂亮 包括蜘蛛精 五姐妹 铁扇公主 抗金星君和小狐狸等等 玩家甚至对比近几年的游戏 指出黑神话女妖精们堪称最佳颜值 而这些角色大多是以真人演员为原型进行动态捕捉 唯独蜘蛛精大姐的扮演者竟然是一名AI生成的角色 让玩家惊呼连连 游戏中栩栩如生的场景和细腻丝滑的动画深得玩家的心 不过也因为这样黑神话悟空对电脑配置的要求比较高 大批玩家纷纷掏闲换心机 点燃组装电脑生意 广东华强被掀起近七年来难得一见的装机热 社会的选择在六七千这个价位去配个主机去玩这个黑神话悟空 也有一些游戏发烧友会有两万三到三万多一个配置 PS5也卖到断货 电脑商家们直呼一只猴子拯救了整个电脑市场 投行高盛形容这是中国主机游戏业重大转捩点 估计该款游戏有望在steam上售出超过一千两百万份 收入三十亿人民币 而最乐观的情景下销售可以达到两千万份 相当于进账超过五十亿元 远远超过开发成本的四亿元 真的是一只猴撒下波天的富贵 记者综合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Do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您的支持 栏目 您的支持 栏目